香港人的生活節奏很急促,壓力很大,很容易造成情緒問題 今天很開心請到精神科專科葉派然醫生 跟我們講一下難治形抑鬱症,葉醫生你好 你好,Phoebe 首先想問葉醫生,其實什麼是難治形抑鬱症 跟一般的抑鬱症有什麼分別? 難治形抑鬱症換句話來講是一個患質 英文叫做treatment resistant depression 就是當一個有抑鬱症的病人 他按照處方吃了兩種抗抑鬱症 用足夠的份量和足夠的時間 而病人都未達到理想的改善 就為了難治形抑鬱症 難治形抑鬱症,對比起其他抑鬱症 它怎樣影響患者的生活? 其實難治形抑鬱症 有大概三分之一的抑鬱症病人 他都屬於難治形抑鬱症 一來他們經歷了不同的治療、療程 但都未能夠改善病徵 所以那些病人一般來說 他們抑鬱症的程度都比較嚴重 我們普通抑鬱症都有分輕微程度 中等程度和嚴重程度 輕微的時候病徵的數量會比較少 可能不太影響患者的日常生活 而中等病徵數量增加 患者會覺得對於生活上的影響比較顯著 嚴重就厲害了 病徵數量會多 很多時候他的工作、人際關係、家庭、生活等等 都會嚴重被受到影響 而很多時候病人可能會臥場、不出街 甚至自殺念頭會很強烈 最嚴重的那批病人可能會有一些思覺失調的病症 可想而知對患者的影響是非常之厲害的 雖然抑鬱症的病人裏面有三分之一人 有三分之一的病人是屬於難治癌的抑鬱症 但是在這麼多抑鬱症病人裏面 只有一成的病人是屬於嚴重的抑鬱 嚴重程度的抑鬱症 其實有沒有說有什麼原因呢 導致他由普通的抑鬱症 轉變成一個難治癌的抑鬱症 他的病情是循序漸進 慢慢惡化 還是一來就這麼嚴重呢 在大部分的情況 抑鬱症的患者通常都是慢慢循序漸進 由初期一些輕微的病徵 可能都不是很起硬 慢慢嚴重 用數以升期或者月計 慢慢惡化 去到一個可能中等 去到嚴重的程度 當然也都有一些病人 是那個病徵 因為因人而異 可以短短在一個禮拜之內急速惡化 那類病人的自殺風險就會比較高 雖然屬於少數的病人 自殺風險比較高 以及功能受損會比較高 可能當那個病徵惡化得太厲害的時候 另外一個層面就是可能那個病人 有機會有其他病 可能是躁鬱症這樣 那其實對於這一類型的患者 他們自己有沒有病適感 病適感其實 個個不多不少都有一點的 但是根據不同的人的背景 或者他什麼病 病適感都會不同 我們先講病適感不同的層次 第一樣就是 病人最低的層次病適感 就是他完全不覺得自己有問題 那第二層次就是 他覺得自己有問題 但是他不覺得那個跟病徵有關 或者跟病有關 他覺得他將他的不舒服 歸咎於其他外座的因素 比如說壓力 或者其他運氣不好的情況 那第三個層次就是 再高一點就是 他知道這些問題是屬於病的 是一個病徵來的 但是他不願意接受治療 當然最好的那個層次就是 他又知道自己有病 又願意接受治療 其實有沒有說 抑鬱症患者來講 有哪一種的患者 特別容易有 這個難自營的抑鬱症呢 首先抑鬱症有很多成人的 我們研究 研究做了出來 有一半是基因影響 有一半是外在 可能後天環境影響 首先要了解抑鬱症的成因 抑鬱症不單單是說 有很多人可能說 純粹心理因素 或者歸咎於病人強於弱 其實是有一個科學的根據 抑鬱症的出現 那些病就是因為腦分泌的失調 很多時候那些 就是過去20、30年所講的 那個單胺系統的傳導體的不足 單胺系統包括有血清素 Serotonin Dopamine 多巴胺 還有Noadrenaline 去甲腎上腺素 而新少少的研究 就開始針對多少少一個 公安宣告系統 這些其實全部都會影響 這些失衡的話 全部都會影響那個病人 有沒有病徵 這些就是講 腦分泌的層面 另外賀爾蒙的層面 比如說甲狀腺的問題 皮質醇的影響 產前產後的女士 都更加容易出現抑鬱症 講了一些和分泌有關 另外就是家族事 基因的問題 如果你家人是有抑鬱症的話 即是那些所謂的血親 譬如說你父母 兄弟姊妹有的話 你有抑鬱症的機會 是比起普通人高出兩至三倍的 OK 所以這些就是一些先天的因素 後天有很多 譬如說一些出生之後被虐待 或者有些很不如意的事 譬如說失去一些重要的親人 或者很小的父母已經離異 等等的因素都會影響病人 會不會發展成為抑鬱症 如果你是有家族史的話 即是代表可能你的基因 你的生理因素 影響你 形成抑鬱的重要性很高的話 你是更大機會 有一個難自行抑鬱症 你剛才提及過 難自行抑鬱症 可能吃了兩種藥 他都醫不到 那就是難自行抑鬱症 如果說這一類型的患者 除了藥物之外 或者除了剛剛說的那些 其實有沒有其他的治療方法 有 你說難自行抑鬱症 其實我們都要給一個全人治療 用一個身心捨靈的方式去治療病人 不是單單專注在藥物上 藥物那裡 就是剛才所說的 傳統口服型抑鬱症 另外 心、社、靈、心理治療 社會上高的 給予他們的支援 還有有時宗教的支援 對於那些病人都重要的 說傳統口服藥 你說點醫難自行抑鬱症 其實傳統口服藥都重要的 但我們要知道 究竟那些病人經歷了些什麼 才導致我們看到 有三分之一的病人 都是成為難自行的呢 譬如說 假設我們用一個模特兒去看 就是一個病人 他吃第一種藥 你有足夠的份量 足夠的治療時間 可能都要用三個月才可以 完成一個療程 那吃完第一種藥之後 那些抑鬱症的病人 有三成是會達至到緩解期的 就是所謂的remission 但是還有七成不好的 那又怎樣呢 他們會進入第二個療程 就是第二個種類 或者第二個 combination 組合的抗抑鬱劑 但是我們發覺去到第二個治療的時候 第二個療程的時候 只有兩成的病人 才可以達至到緩解期 進入第三個治療 怎樣呢 只有六至七個percent 進入第四 也只有六至七個percent 第五、第六就越來越低 所以才說 你不是說你試多少次 就一定會有效 而是你越試 你的機會是越低 而你想一下 每一個療程 可能三個月 你才完全試到一種藥 幫不幫到你 可以達至到緩解期的話 你試四個療程 已經花了你一年了 但是病人仍然很抑鬱 另外它的功能受損 還有可能越來越嚴重 所以就去到難症抑鬱症了 那類病人我們其實有 我們傳統都有很多 有三部的 就是說 我們最早講一講 就是腦電檔治療 就是ECT Electroconvulsor therapy 但是隨著時間轉變 因為其實腦電檔治療 我們對於它的安全性 雖然它很有效 就是說 都可以幫到 六至七成的病人 起碼六至七成的病人 OK 達至到緩解期的 但是腦電檔治療呢 它是複雜的 它需要全身麻醉的 往往都需要住院的 那麼近這十幾年呢 就多了人呢 講TMS 就是 Transcranial Manetic Stimulation 就是 腦磁激治療 那麼它就沒有那麼入侵性的 就是它不需要全身麻醉的 但是它需要我們用一個儀器 有電流 再誘發一些磁場 即是Magnetic energy 來刺激腦部的某一個位置在外面 那麼醫生會拿著儀器 放在你那個位置那裡 即是Dorsal 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那個位置那裡 去刺激它 而研究就說 其實呢 那個效果都好的 那個效果都好的 可能都有呢 六成的病人呢 OK 可以達到緩解期的 但是呢 它需要患者呢 是每日去做 每日去做 每日去做 每日二十分鐘 OK 可能做幾十次 這樣 是很吵的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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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 還有呢 亦都會痛的 因為說的是三 大概數以千計 OK 的電擊 所謂 那麼近幾年呢 近年來呢 就有個新的突破了 就是說 我們可以有個 再沒有那麼入侵性的方案 就是專門針對那個 谷安選的系統 就是研發出 噴鼻式的抗擾物制 噴鼻式的抗擾物制 其實都為了一些病人 帶來一些新的希望 因為它那個 達致到 緩解 就是緩解期 那個能力 是跟之前所講的 那兩個方法 就是那兩個方法 是一樣那麼好的 就是你會發覺 啊 如果你肯去用那個 噴鼻式的抗擾物制的話 其實都可以做到 六七成的緩解期 最終的病人 所以這個是 講我們三個主流 OK 重要的處理 就是醫治 難自形抑鬱症的方法 那 剛才你提到 就是新近年的 那個叫做 噴鼻式的抗抑物件 其實它可以怎樣減低 或者輕生點頭 或者其實用了 大概幾久可以有效呢 其實它相比起很多其他的方法呢 都更加快有效 最快可以去到 二十四小時呢 就已經見效了 因為它 所以 我先講一下怎樣用 噴鼻式呢 它是 頭一個月 你每個星期 你會噴兩次 那之後那個月呢 就是 可以 根據那個 當然根據那個 反應 之後那個月 就每個星期一次 就是第三個月 就可以慢慢疏一些 每個星期一次 或者每兩個星期一次 那 而做的模式呢 就是 其實不需要入院的 你只需要有個診所 OK 也需要一個安全的環境 之後給個病人在那裡噴 有醫生去觀察著它 觀察著 他的情緒 有沒有什麼不舒服 還有還有血壓 那其實基本上 觀察兩個半小時的時間 已經很足夠 讓個病人可以自由回 可以做回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那其實你剛才提到 那種藍智型抑鬱症 其實可能很多都 本身有其他慢性病 嗯 如果他在接受這個 噴鼻式的抗鬱鬱藥 會不會影響到他 做其他的治療呢 嗯 看看什麼慢性病 因為我們 譬如說 我們要講一講 噴鼻式的抗鬱鬱藥 它最重要 剛才我所說 要觀察著 就是病人的血壓 那如果假設那個病人 那個慢性病 是跟那個缺壓有關的 那個心臟是 那個功能是非常弱的 那可能我們建議 做多一點的檢測 就是確保 他真的適合 才可以用到這個藥 另外 因為 雖然不用全身麻醉 但是噴完之後呢 那個病人會出現 尤其是 可能半個小時 至四十分鐘 是出現比較累的情況 那麼他本身 如果本身 你的呼吸系統是很差的話呢 那可能會削弱到 他的呼吸的功能 那麼當然啦 如果你本身 有些人是不適合用的 譬如我孕婦那些 我們就不會 不會用這隻藥 或者小朋友 我們都沒有足夠的研究去支持 用這隻藥 但是大部分的情況 只要醫生評估了 覺得身體狀況OK 就是最於心 其實成人 甚至乎有些年紀大些 都可以用到一隻藥 這個症其實都有不同的治療方法 家人和朋友 最重要在他們治療的期間 給多些支持和鼓勵 今天謝謝葉醫生的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